舒淇一套衣服能穿五年,这么节俭的女星不多见,网友,冯德伦笑了。 看多了国内女星的私服穿搭后,我默默发现,先少有同一个单品第二次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机会。 于是,吃瓜群众们就留下这样一个印象,女星们的衣橱一定是大到每天都能不重要的穿衣服。 但其实,也会有例外的。 近日,网友在法国偶遇舒淇拍摄综艺节目中餐厅,在路人的镜头下,舒淇的颜值还是很能大哈。 而且更直如他,居然一套衣服穿了五年。 这件不大好驾驭的眉红色的西装外套,还有这条紧身破洞裤,舒淇在2013年时就穿过,没想到这次录制节目,他也没有买新衣,直接翻出旧衣服穿上。 如此节俭的女星,也是不多见了。 难怪网友要调侃说,冯德伦笑了。 先来看看舒淇五年前的穿搭,不得不说,五年前的舒淇比五年后的他穿得时髦多了。 只见他穿了一件霉红色的西装外套,讲真,这个颜色的外套要穿得好看,真的很有难度。 舒淇搭配了一件纯白色的oversize的T恤打底,修肩得来又不失时尚感,非常好看。 他还把T恤衣摆收进破洞裤里,也显得清爽利落很多。 头上戴一顶好看的度假风草帽也是关键,还有这个好看的麻花边也为这身造型加分不少。 再来看看舒淇五年后的搭配,不得不承认,五年过去了,这张脸还是很能打,气质也是棒棒搭。 但这身穿搭,的却是没有惊喜哈。 只见舒淇穿上这件五年前的霉红色西装搭配了一件oversize的图案T恤,本来霉红色就很抢眼了,可爱的图案T恤也很抢眼球,两个单品凑在一起就显得有些博杂了, 而且很没有重点。 下身搭配的仍然是五年前的牛仔破洞裤,可以说是中规中矩,没啥毛病,但也没啥惊喜。 我想大家比较难以接受的是,暴露舒淇少女新的粉色运动鞋和粉色双肩包。 成熟的眉红色,与少女般轻盈的粉红色,硬搭配在一起,真的是很不协调啊,也与女生的风情万种的气质非常不登对。 舒淇脚脚上穿的这双粉色运动鞋来自耐克,粉嫩粉嫩的颜色的却很好看,但真心不适合舒淇这一身穿搭。 而且虽然这鞋子与舒淇尖上的双肩包呼应了,还是抹不去那浓浓的不合鞋感。 舒淇尖上这个粉色双肩包是Hello Kitty的,又是和涅边的肩带,又是带蝴蝶结的装饰,真的有点像幼稚园的小朋友背的哈。 去掉这两个粉色扇品,舒淇这一身穿搭应该会舒服很多。 说起来舒淇也是厉害了,一套衣服能穿五年,这么节俭的女星不多见啊,网友直呼,冯德伦笑了。 不得不说,冯德伦的却是剪到宝了,当然卡。 舒淇嫁给冯德伦又何尝不是有福气呢?祝福他们一直幸福下去。 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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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